我爱女朋友爱到死 为了能让她一直留在我身边 我拼命接单会图赚钱 每天以吃泡面充饥 企图用钱来留住她 当我打算和她求婚的时候 她却对我甩出和其他男人的订婚照 求婚失败后 我吞了整整一瓶安眠药 然而我不仅没死成 还遇到了另外一个把我当宝贝的姐姐 柳如烟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三年 在这三年里 我是她唯我唯一的公主 作为她忠贞不二的骑士 我对她所有要求全都来者不拒 为了满足她的物质需求 除了工资全部上交之外 我还在业余时间通过给人画图赚钱 最近有一个顶流明星 要来我们的城市开演唱会 为了帮柳如烟抢票 我连夜蹲守在电脑前 但我还是低估了大家的热情 演唱会的门票在一瞬间就受请了 看着已受空的界面 柳如烟骂我是窝囊费 没本事 还说和我在一起简直是浪费时间 为了让柳如烟高兴 我偷偷找黄牛花了高出十倍的价格 为她买了两张那场门票 当然代价是我需要连续画上一百张图 才能换来买两张演唱会门票的钱 演唱会的前一天 我刮了胡子 还给自己搭配了一身清爽的衣服 打算和柳如烟一起去看演唱会 然而柳如烟居一脸嫌弃的看着我 十一 我和小姐妹约好了一起去看演唱会 你就待在家里画图赚钱吧 LV最近出了新款 人家也想要一个马柳如烟坐在我腿上 朝我撒娇 也只有在需要买东西的时候 柳如烟才会对我有一个好脸色 但我始终甘之如一 夜里画图花烈了的时候 我无意间打开了这位当红歌星演唱会的现场直播 现场气氛很嗨 正进行到与观众互动的环节 突然大屏幕一闪 上面出现了那张我在熟悉不过的脸 柳如烟 然而和她一共出现在大屏幕上的还有一个男生 因为被投屏到大屏上 柳如烟和旁边的男生很惊喜地拥抱在了一起 脸上是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羞怯和开心 为了调动现场氛围 歌星在台上问 这位美丽的小姐 你和旁边的这位先生是什么关系 只见柳如烟一脸娇羞 算是朋友之上 猎人未满吧 观众席上爆出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欢呼声 有呼吁他们在一起的 也有呼吁他们亲一个的 我悄然关上了电脑屏幕 给自己播放了一首这位当红歌星的歌曲小丑送给自己 本来打算一页就完成的图纸 突然就在这一刻泄了气 柳如烟回来的时候 我举着手机演唱会现场视频的截图 问她是什么情况 柳如烟一脸委屈和愤怒 石玉 你是不相信姐姐吗 实话告诉你 我和她早就认识了 要是有事的话早就有事了 还会轮得到你吗 再说了她其实是个gay 她都有男朋友的 我和她在一起去看演唱会 不过是为了圆我们以前的梦想而已 石玉 我瞒着你又不是骗你 还不是不想让你担心 怕你多想吗 柳如烟跨坐在我腿上 顺手抽走了我嘴里叼着的烟 放进了她的嘴里 弟弟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 他把眼圈涂在我的脸上 又在我耳边轻轻说道 弟弟别抽烟了 可以抽我呀 今晚你想姐姐在上面 还是想姐姐在下面 柳如烟朝我耳朵里吹了一口气 下一秒就把我推倒压在了她的身下 本要脱口而出的疑问 也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被忽略了 辛苦兼职了一个月后 我用给人画图赚来的钱 给柳如烟买了她一直想要的新款包包 看着她背着包包在镜子前赚来赚去的可爱样子 一个多月以来的熬夜和辛苦 在一瞬间就化为了乌有 她的笑容是医治我的良药 买完包之后 我以为我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了 当我在卫生间给柳如烟洗袜子的时候 她突然又说想要自己创业开一个饰品店 但是现在还差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不是一个小数目 对于二十岁出头的我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但我没办法看着柳如烟一脸愁容的样子 却无动于衷 于是我加了更多的绘图接单群 接了更多的绘图单子 一张图纸一百块钱 我至少需要画一百张 一张图纸按照十个小时来计算 大概需要三个月 我就可以赚到十万块钱 我感觉自己就像超级玛丽里的玛丽奥一样 不断在通关 只为获得公主的垂眸一笑 为了尽早凑到给柳如烟开首饰店的钱 我每天只吃一顿饭 还买了十几箱素食方便面 为了省钱 肯德基和麦当劳成了我无法企及的梦 为了省钱 在柳如烟出差去外地的时候 我宁可选择坐十七八个小时的硬坐火车去看她 最近找我画图的是一个比我大四五岁的姐姐 眼看我画图太拼 她有时候会多给我发几百块红包 请我喝奶茶 我们也逐渐熟络起来 小东西 你的审美真好 你该不会是夜里没睡觉一直在画图吧 还是要休息一下的 太拼了伤身体哦 面对姐姐的关心 我选择了拒绝 也退回了她的红包 没关系的姐姐 我要努力攒钱给我女朋友开店用 以后我还要给她一个家 而且年轻时候 男人苦点累点没什么的 对面的富婆姐姐给我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说这话的时候 我的心里蔓延着甜蜜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大概三个月后 当我终于通过会图攒够了十万块钱 连途我余额里剩下的几百块零钱 一起全都转给柳如烟开店的时候 我没有收到她给我发的消息或者电话 而是收到了朋友的信息 时遇 有个事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你就讲嘛 朋友却支支吾吾 今天我去酒店谈合作的时候 在酒店前台好像碰到了你那个女朋友 她手里还挽着一个男的 看起来很轻易的样子 我在心里设想了无数种可能 要不是你看错了人 要不他们应该就是普通朋友去酒店开party吧 但是朋友接下来的话让我跌入了谷底 时遇 我看到你女朋友刚刚又在前台买了一盒安全套 我劝你还是清醒一点 柳如烟并不像看起来的那样单纯 她说不定就是在吊桌你 我挂断了朋友的电话 然后扫了一辆共享单车去了朋友说的酒店 之所以不打车 是因为我的兜里只剩下了三块钱 等我冲到酒店的时候 柳如烟和朋友说的那个男生 已经从酒店房间里出来了 看到站在门口的我 柳如烟似乎十分诧异 时遇你什么意思 竟然跟踪我 我一句话没说 走过去拉着柳如烟的手和我一起离开 然而她却甩开了我的胳膊 抱紧了旁边男人的腰 似乎我是什么怪物一般 极其讽刺 我双眼心红地瞪着眼前 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幸事 被滋润的媚眼如丝的柳如烟 如烟 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和我说的吗 时遇 你最好给我搞清楚了 我们只是情侣 又不是夫妻 我又没有卖给你 你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再说了 没结婚算什么率 去酒店也只是和普通朋友去 去酒店我们也没干嘛 只不过是找她帮我设计一下发型而已 柳如烟用手剥冷了几下她的头发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面对这样的情形 我无法做到无动于衷 于是在丢下这句话后 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酒店 因为身上仅有的钱 全都转给了柳如烟 我只能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回去 回到出租屋后 我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 滴的一声 我以为是柳如烟给我发信息道歉 打开手机一看 没想到是您的转账已被领取 这时候柳如烟都没忘记收了我的转账 夜幕降临的时候 一双温暖 但又带着香味的手缠上了我的脖子 我知道是柳如烟回来了 对不起妈宝宝 今天确实是我错了 但是你能不能不要不理我 我不想你带着情绪过夜 这样会把你推得越来越远的 今天之所以这样 还不是因为你每天都不理姐姐吗 姐姐这样只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 让你更加关注姐姐而已 你今天和我说分手的时候 我的心都要碎掉了 我知道你还爱我 要不你也不会给我转账 让我开店看着蹲在我面前 一脸真诚的柳如烟 本来要分手的心还是动摇了 泪水从我的眼眶里溢了出来 说不清楚是委屈 是难过 还是失望 弟弟 你就不要哭了吗 要不把你的眼泪流到床上去好不好 柳如烟俯身在我耳边滴雨 然后关掉我的电脑 轻轻吻掉了我塞边的眼泪 时玉 你哭起来真好看 让人看了忍不住心疼 下一秒他主动吻上了我的唇 缠住了我的舌头 啊 姐姐 不要 我低头发出一声闷哼一场 酣畅淋漓的信誓结束之后 我把头埋进了柳如烟怀里 以祈求片刻的温暖 姐姐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父母离异 他们像踢皮球一样把我扔来扔去 上学时候因为父母离异 我被班里其他同学排挤欺负 他们骂我是有人生没人养的野种 或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吧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自学了绘画 但是家里没钱供我读这种费钱的专业 我就辍了学 家里彻底划清了界限 再后来我就遇到了你 只有你不嫌弃我 还和我在一起 姐姐 你是我灰暗人生里唯一的救赎何光 所以无论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和我同躺在一张床上的柳如烟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睡熟了 正发出均匀的憨声 我说的话 他或许一句都没有听进去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至少他躺在我的怀里 他还是我的 他说的每句话我都相信 他说没有那就是没有 而我永远也不介意 他在别人口里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的注资 柳如烟的小众首饰店顺利开了起来 大概是位置选得很好 或许是感到了商机 或许是因为上天突然开始眷顾我们 首饰店的生意很好 半年下来几乎就挣了十万块钱 然而最近的我不知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感觉眼睛昏昏的 很想去医院看一下眼睛 柳如烟却制止了我 只是给我配了一副 度数更高的近视眼镜 十月 你天天都坐在电脑前绘图 眼睛看不清楚是正常现象 换副眼镜就好了 没必要去医院浪费那个钱 而且我最近看中了一款车 首付正好是十万块钱 我打算买下来 还有 十月 买车办理贷款的时候 我用的是你的信用卡 你也知道我的存款刚用来买车了 以后开销的话 只能靠弟弟你画图来养姐姐了 柳如烟这样和我说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是在通知我 而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姐姐你放心 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你受苦 我朝他灿烂的笑 我又重新操级就业 开始了接单画图赚钱 柳如烟就像是一只花蝴蝶 随时都有飞走的可能 又像是一朵云 不会在一个地方过久停留 所以我需要努力赚钱 让他多在我身边停留一段时间 新车下午就到了 是一辆最新款的轿车 柳如烟载着我去兜风的时候 城市绚丽的夜景被我们甩在身后 就像是末日逃亡一般 那一刻我真的以为我们会天长地久 回到家已经是晚上了 柳如烟说想吃街角那家经常排队的灌汤包 我匆忙戴上眼镜开上车就出了门 本来平时要排队一两个小时的汤包店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门口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 我很惊喜 因为柳如烟终于不用等很久 就可以吃到热乎的汤包了 买好后为了防止汤包放凉 我把汤包放进了我的怀里保温 然后一路跑到巴林奈回到了家 回到家的时候只有卧室的灯是亮着的 我以为柳如烟在睡觉 就直接推门进去了 可是眼前的一幕却成了鸭子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站在一边的我甚至看了都脸红 柳如烟正和之前那个和他一起去看演唱会的男人 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玩叠叠乐 床边衣服扔了一地 他的红色内衣还挂在那个男人的腰上 床头桌上甚至放着好几个用过的安全套 密闭的房间里弥漫着有一股信使之后的行为 血液全都涌到我的头上 眼睛甚至出现了一瞬间短暂的失明 柳如烟穿件衣服吧你 我把地上的衣服捡起来扔在他身上 然后打开门跑了出去 不过是半小时的时间 柳如烟就按捺不住甚至把人叫到家里来了 我回到车里正打算驱车离开的时候 柳如烟和那个男人追了出来 石玉 你能不能停下听我解释 我把怀里一只捂着的汤包拿出来递给了柳如烟 我才离开家半小时去给你买汤包 你就往家里带男人睡觉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舔狗 踢款机 还是你的专属接盘侠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人看 有没有尊重过我 哪怕一次呢 石玉 你非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 平心而论 离开事实不讲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我感到很迷惑 那你告诉我我从哪里了 胸口传来一阵又一阵剧烈的疼痛 谁让你回来这么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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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倒前的一瞬间 我的脑海里只有这一句话 陷入昏迷的时候 我隐隐约约听到了柳如烟和那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如烟 你这小男朋友晕倒了不会有事吧 管他做什么 他想死就让他死去 他之前也经常晕倒 后来我都习惯了 反正到最后他自己都会醒过来的 原来之前我因为彻夜画图累得晕倒的时候 他知道啊 只是不在意罢了 耳边人声越来越弱 有冰凉的水滴啪哒落在了我的脸上 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我的眼泪 如烟下雨了 我们赶紧开车走吧 原来是下雨了 我听到了一阵汽车发动引擎后启动的声音 我知道是他们离开了 再然后 我彻底失去了知觉和意识 清醒过来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眼睛却很呼很痛 眼前就像蒙了一层薄薄的舞 送我来的是出租屋旁边的邻居 他说看到我躺在雨水里一动不动 实在是让人心疼 我给邻居道了谢又说了对不起 因为现在的我身上没有一分钱 实在是无法支付医药费 邻居拿着我的手机喊来了柳如烟 他一直是我手机里的紧急联系人 柳如烟磨蹭半天后终于到了医院 帮我补齐了医药费 然而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不是问我怎么了 而是直接问医生 医生 他这个样子以后还能从事设计行业吗 柳如烟并不关心我的身体状况 只关心我以后还能不能画图赚钱给他花 不建议 因为病人长期久坐导致下肢血液循环减缓 血流量减少 下肢深境脉血栓的罹患风险很高 其次他的眼睛已经发生了病变 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 下一步会有失明的可能性 说完这些后医生就走了 病房里只剩下我和柳如烟 没想到这次是柳如烟先和我说了分手 石玉 我感觉我们不合适 是因为刚才医生说我以后不能再画图了吗 请注意你和我说话的态度好不好 难道在你心里我就是为了钱才和你在一起的吗 平心而论 石玉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23岁 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现在我都26岁了 我等了你三年 可是你什么都没能给我 石玉 我需要的是一个家 不是一个旅馆和出租屋 可是和柳如烟在一起的这三年 我画图赚了至少一百万 在这三年里 我没有穿过一件超过一百块的衣服 就连鞋子都是路边的地摊货 叫外卖都舍不得叫超过十块钱的 我一直以为柳如烟看得到我的付出 对不起姐姐 你再等等我好不好 我可以继续画图赚钱的 你再等我半年 只要半年就够了 你等我赚够了给你的彩礼钱 我就和你求婚好不好 但是石玉 咱们事先说好了 我可没强迫你这么做 这可都是你自愿的 出院后 我只是让医生给我拿了药 并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住院治疗 回家后 我创建了几十个账号 就为了多接画图单子赚钱 争取早日攒购 给柳如烟的彩礼 也趁着我眼睛还能看清楚之前 做最后的努力 之前经常找我约图纸的姐姐 联系上了我 小东西 你怎么又出来接单了 不是说眼睛看不清楚 不打算接单了吗 哈哈 我和女朋友快订婚了 我想存够给她的彩礼钱 存够了我们就结婚 对方是长达一分钟的沉默 小东西 下辈子别这么傻了 你这样真的挺让人心疼的 看着屏幕前来自陌生人的关心 忽然有些感动 半年后 我终于存够了八万八 打算求婚的这天 我刻意给自己在网上买了一套西装 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 我却收到了柳如烟发给我的决裂信息 石玉 对不起 姐姐玩够你了 我们彻底分手拔载 然后 照片里的她笑意如花 然而和她一同站着的人却不是我 为什么 为什么明明在我以为终于要和你站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要推开我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我根本不爱你 石玉 你从18岁就和我在一起 那时候的你没有家人 就算被欺负了也只能自己忍受 刚认识你的时候 我本来就是在广撒网重点钓鱼 你本来不该是我的菜的 但你偏偏会点一技之长能赚钱 那时候和你在一起 就是看准了你好拿捏 会赚钱而已 和你在一起的这几年 你在我这从来都不是什么男朋友 只是一个破话图的 而且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男朋友也没有断过 我想你应该也看到了 要不我也不会这么快 就无缝衔接找到下一个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呢 想起来刚和柳如烟认识的时候 她总说和我是同类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互相救赎 是相依为命 她还说想和我有一个家 因为她的这句话 我放弃了学业 努力画图赚钱设计我们的未来 没想到她的未来里原来没有我 所以柳如烟我们刚认识时候 你和我说的那些甜言蜜语 还有送我的礼物也都是哄我的嘛 柳如烟忍不住笑出声 和你说的那些话 我同时和不下十个男生都说过 但是却只有你这个傻逼相信了 还主动把你赚的钱全都上交给我 一开始我不过是放长线钓大鱼 让你心甘情愿给我花钱而已 谁知道你那么好骗 我随便在你面前卖惨两句 就把你吊成翘嘴了 柳如烟不知道 我是真的把她当救赎 她说和我家境一样的时候 我拼了命的想要给她爱 给她钱 甚至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的命也可以给她 心里好空啊 好像就是在一瞬间我失去了所有 我浑浑噩噩的走在路上 眼睛逐渐酸涩 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回到空无一人的出租屋 看着窗外璀璨的万家灯火 内心说不清楚是绝望还是苦涩 没想到忙到最后竟然是一场空 柳如烟 打算把我丢下多久呢 我给她发了最后一条消息 五分钟后 柳如烟给我回复 一辈子请你死远点 以后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站在窗边笑了起来 我把手机里画图赚来的八万八 全都转给了柳如烟 还备注了自愿赠予 又在花店里订了1314块钱的鲜花送给她 因为今天是我和柳如烟认识的 第1314天 今天也是我本来打算和她求婚的日子 只是那句你可以嫁给我妈 却再也没有机会说出口了 我平静地躺在床上 给自己盖好被子后 又拿起桌边之前给自己 因为失眠倒时差的安眠药 全都吞了下去 心里没有任何牵挂和留恋 我吞了整整一瓶 要真苦啊 但是没有我心里苦 我又自顾自地打开了一瓶啤酒 摸黑时候往咽喉里灌冷啤酒的时候 浑身上下会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冰冷的啤酒从我的嘴角溢出来 枪的我胸枪几乎要爆炸 安眠药融化后 不断渗入我的身体和血液 我感觉自己好像要飘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临时去一世前 我的神智却是清醒的 眼前就像跑马灯一样 粗略地闪过了我凄惨卑微的一生 父母离异 上学被霸凌造就了我从小就自卑内向的性格 或许是天无绝人之路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发现自己很有绘画的天赋 于是我通过给别人画图画头像来赚钱养活自己 18岁的时候 我在网络上认识了柳如烟 她经常夸我画图厉害 还送我喜欢的手办当作礼物 那时候的我天真的以为柳如烟 就是我糟糕人生中唯一的救赎 没想到最后竟是她亲手把我退入深渊 好累啊 累得感觉眼皮都要抬不起来了 我几乎要沉沉睡去的时候 恍惚里仿佛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随后有一双温暖有力的大手扶上了我的脸颊 我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很漫长的梦 梦里的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尸体躺在床上 一副很安详的样子 只是面容看起来浮肿苍白 还散发出阵阵臭味 一群我不认识的人围在床边为我的惨状哭泣 甚至有记者把我的事迹整理后发到了网上 大家都说我太可怜了 死前都没有吃过一顿好的 再后来 有人给我点了许多 我以前舍不得买的外卖和奶茶放在小区门口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看着那些好吃的食物 我好想飘过去吃一口啊 可是一阵风吹来却把我吹得更远 小东西 行行 我来接你回家了 我给别人绘图接单的网名就叫小东西 难道是有人认出我了吗 我努力睁开了眼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女孩 你终于醒了 石玉 你是 眼前女生一边拿毛巾给我擦脸一边对我说 我就是那个经常找你绘图的姐姐 原来是她 可是我明明吞了安眠药 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呢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疑问 眼前女生给我做了解释 还记得三天前我找你画的最后一张图吗 你和我说画完这一张图后就不再接单了 你要去和女朋友求婚 还说求婚结束后会请我喝喜酒 可是直到晚上我也没有等到你的消息 或许是命中注定吧 那个晚上我心神不明 似乎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 于是我就约上朋友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刚走到小路口就听到有人大喊说死人了 说来也巧 我上学时候恰好抚修了急救医学专业 我就跟着那个人进了小区对你进行了急救 大概是因为求生一直不强烈吧 你一直昏迷不行 后来有人把这个事发到网上一度成了热搜 你也知道现在网络很发达 很快就有人扒出来 你就是那个有名的网络华士 这几年时间里通过绘图赚的一百多万 都转给了女朋友之外 最后还被他甩掉 才导致你吞了安眠药 我才知道原来你就是那个 一直给我画图的小东西 原来是这位姐姐给了我复活卷轴啊 不过小东西 你已经死过一次了 以后的人生一定要好好把握 眼前姐姐给我了一个拥抱 还告诉我她的名字叫林切兰 因为没有钱支付医药费 善良的网友们自发为我捐款 解决了医药费的问题 还有很多人来医院看我 给我送来的鲜花和肯德基 没想到梦里梦见的场景 竟然真的实现了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肯德基和麦当劳 原来是那么的香脆可口 我忽然发现 原来为自己活着的感觉是那么好 但是遗憾的是 因为吞了太多安眠药 导致我的神经受损 并影响到了眼睛 如果再不住院治疗的话 我估计要永久性失明了 我本来要放弃治疗的 是林切兰鼓励我 让我好好爱自己 当我住院接受治疗的时候 没想到很久不见的柳如烟竟然也来了 只不过他头上蒙着厚厚的丝巾 脸上戴着墨镜和口罩 活像过街老鼠一般鬼鬼祟祟的 这时候的他不应该是 和自己的未婚夫情色和名 共同奔赴美好人生吗 怎么会有时间来医院 看望狗言残喘的我 时遇你真是居心叵测天生的坏种啊 眼看我和你分手 要过上好日子了你不甘心 就拿自杀来恶心我是吧 那你为什么不真的去死 还故意给自己买热搜来恶心我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友们到处都在扒我 弄得我不仅丢了工作 甚至连家都不敢回去 竟然还有傻逼网友声讨我说 让我还钱的 怎么可能呢 时遇 你给我花的每一分钱都属于自愿赠予 你是要不回去的 我看着眼前歇斯底里的柳如烟 只感到恐惧和害怕 因为你的这场热搜 我的未婚夫也和我断绝了关系 要知道我本来是要加入豪门做夫太太的 时遇 你现在开心了吧 柳如烟摘了墨镜 此时恨不得要把我生吞活泼了一半 如烟 我没有买热搜 然而柳如烟并不听我的解释 就在他直接冲过来 想要把我从床上扯下来解气的时候 林齐兰走了过来 他一把把柳如烟推到地上 摔了个屁股蹲儿 时遇没去找你 你自己倒有脸先找上门来了 这么多年把时遇吃干抹尽吸干血 就丢掉了还不够 就连他自杀了也要来踩一脚 这么多年你冒充当时遇的救命稻草 骗走他所有的钱和爱 还有对未来的期待和幻想 你和抢走小孩棒棒糖的 混混流氓半泪渣子有什么区别 你明明知道他这样的人 只要对他好一点点 他就恨不得对你掏心掏肺 义无反顾 你也知道他很缺爱 渴望有人爱他 可你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辜负他 像你这样辜负真心的人 应该吞下一万根针 可是那又怎么样 没有哪条法律可以制裁我 也没有哪条法律说明辜负真心 就是犯法的柳如烟 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似乎跟疯了一样 法律没办法制裁你的 但是我们的道德和良知 会制裁你 林奇兰在手机里 不知道发了什么消息 十分钟后 病房里突然涌进来了一群 我不认识的网友们 弟弟不要害怕 我们会帮你教训这个吸血鬼的 弟弟你要清醒一点啊 拿到复活卷轴的人生 是要开挂起来的 弟弟 重来一次的话 不要让我们这些网友 失望那些见义勇为的哥哥姐姐们 把柳如烟挤到了墙角 有人删了他十几个耳光 有人拿剪刀剪断了他的头发 还有人掐着他的脖子 让他跪在地上 和我求饶认错道歉 立下忏悔书 为我打戒条 看着柳如烟 犹如过街老鼠一般 被万人唾骂的场景 我的心里没有一丝的心疼 他受的这些皮肉之苦 怎么也比不上 我吞安眠药时候的绝望来的痛苦 后来林奇兰帮我找了律师 通过法律途径 林奇兰帮我把这些年 在柳如烟身上花的钱 全都要了回来 即使没有要回来的 也都逼着柳如烟签了欠条 我之前和柳如烟 在车上争吵的监控视频 也被不知名的网友剪辑后 发到了网上 眼见的网友顿时发现了 当时的男主就是我 那个明明出轨 嘴里还阵阵有刺的女主 就是柳如烟 这两件事结合起来 热搜发酵的越来越大了 柳如烟的那句 避开事实不讲 难道你就没有错骂 也成了最新的渣女语录 一时间柳如烟在网上 被万人唾骂 为了攒够我治疗眼睛的钱 在林奇兰的帮助下 我没有错过这破天的富贵 我重新在网上注册了账号 又因为我是这两件事的主人公 导致我在网上 积攒了不少的人气和粉丝 但是这两件事只是开头 我在网上利用自己的特长 做起了网络绘图直播 因为我的审美好 再加上之前热度居高不下 很快就有品牌方来找我谈合作了 一场合作下来 就有好几千的流水 我的日子也逐渐好了起来 我办理了当初 给柳如烟租住的公寓 又用之前画图赚的钱 给自己重新租了房子 就当我以为生活 要重新步入正轨的时候 柳如烟又找上了我 时玉 自从离开你之后 我好像遭了报应 什么都没有了 时玉 我今年已经27岁了 人生中最美好的模样 全都给了你 你真的舍得把我丢下吗 柳如烟还以为 我是以前大的他只要招招手 我就会屁颠屁颠跑过去 朝他摇头摆尾的喊巴狗 但是柳如烟 你又不是突然27岁的 再说和我在一起这几年 你没少从我身上吸血吧 给我戴了多少顶绿帽子 你自己不知道 你现在不过是看我有钱了发达了 又想来依附我了 如果我没钱的话 你是看都不会看我一眼的 不过也是真的谢谢你啊姐姐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出名的机会 也遇不到林杰兰 说不定我还和你一样 一起在阴沟里发烂发臭 画着累得要死的图纸 赚钱给你花呢 柳如烟一脸差异 似乎从来没有想到 当初那个处处依附他 听他画的小男生 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志 这都要感谢林杰兰 在我昏迷的时候 我听到他在我床边对我说 小东西 你才21岁 人生才刚刚开始 不要因为遇到一个两个烂人 就自我否定 他们那样的人 活该人生发烂发臭 但是你自己的人生 需要自己把握 你应该让他发光发亮起来 也是这句话激励惊醒了我 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做了一段时间自媒体后 我很快就赚到了治疗眼睛的钱 但是因为拖了太久 再加上之前吞安眠药 导致眼睛被感染 即使现在做了手术 视力也恢复不到最开始的样子 林杰兰眼睛红红的看着我 石玉 以后我就是你的眼睛 我朝他扯出了一个微笑 让他不要担心我 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 我和林杰兰一起在江边散步 这里也是我获得新生的地方 石玉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考一个大学 提升一下学历 弥补一下以前的自己 眼看我不解 他继续说 以你的聪明 现在考一个成人大学 是绝对没问题的 考上后 你还可以继续向上走 自己喜欢的美术专业 那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的未来 石玉 你可以的 相信自己 林杰兰帮我报了成人大学 还鼓励我大胆一些 勇敢地走出去 好好学习 不辜负自己再来一次的人生 他说 往事暗沉不可追 来日之路光明灿烂 他还说 进入穷相就该及时掉头 不可等一时消磨 毁之晚矣 最后我选择了 自己一直想要学习的艺术专业 打算毕业后 成为一名专业画师 之后柳如烟这个名字 我就很少再听到过了 两年后 我去医院做眼睛复查的时候 我的主治医生 却主动提起了柳如烟 我感觉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久到我都快忘记这个名字和这个人了 石玉先生 其实你的眼睛一直没有完全康复 如果想要完全康复的话 最好是需要换一下眼角膜 之前一直没有合适的眼角膜捐赠 最近正好有一个叫柳如烟的病人 签了一体捐赠书 他的眼角膜 或许可以移植给你脑海中 想起一道惊雷 我问医生 柳如烟是得了什么病吗 是的 他一年前查出来得了宫颈癌 还是晚期 当时来医院做检查的时候 癌细胞就已经扩散了 能撑到现在也算是不容易 临走前他主动提了你的名字 说等他去世后 要把眼角膜捐赠给你 我本想要拒绝的 但是林奇兰拉住了我 既然柳如烟已经到了无药可治的地步 你接受他的眼角膜 也算是他做了一件好事 而且你的眼睛如果不换眼角膜的话 以后根本无法从事绘画艺术类的工作 而且还会有恶化的风险 人还是要向前看的 最后我接受了柳如烟的眼角膜 就当以后替他多看看这个美好的世界吧 经过大学几年的系统学习 和我之前绘图的经验 我很快就成了艺术界的一颗星星 大学毕业后 甚至有资本出资 帮我开办了人生里的第一场个人画展 林奇兰作为幕后金主 也在协助我给我铺路 现场展出的百事幅画作里 重头戏是那幅无价之宝 这幅画里 闭着眼的少年和灵动的少女相互辉映 背靠而立 夺目的阳光照耀在他们身上 这幅画最后派出了二十万的价格 但是我拒绝了所有卖家的橄榄枝 只因为我想把这幅画送给我的无价之宝 林奇兰 你愿意嫁给我吗 看你表现哦 林奇兰收下了我的画作 浅笑着扑进了我的怀里 当年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表白 最后还是说给了爱的人听呢 全文完